好 觀眾朋友的一本新選戰 最新狀況今天是2024年上班日的第一天 而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今天特地在一大早7點半的時候 是站到了板橋的路口 來跟所有上班上課的民眾打招呼 可以聽到他們是喊出了113 挺口康這樣子的口號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最新 侯友宜本郎跟林國春月圓之以完美長 別家空求拜託 拜託大家支持113挺好康 可以看到侯友宜呢 他是比出了3號的手勢 是來向選民請脫拜票 而其實呢 這一個站路口的活動 是由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所發起 是串聯了全台22個縣市 14個縣市首長呢 就是要來站上路口 展現大團結的氣勢 而他們今天整個號召的行動呢 是站上了1139個路口 也就是寓意113這一天 要來挺國民黨 那也展現了國民黨的大團結氣勢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把時間盡頭再交還口內主播